大家好 新契级 南宋豪放派文学代表人物之一 他以豪放 激情的诗风和倾国倾城的爱情事迹成为文学史上的传奇 他的诗词作品流传千古 其中最为人熟知和广泛传颂的十首诗词 凝聚了他的才华与情感 深刻的展现了他对国家兴衰 爱情离合 人生意趣的思考和感慨 以下是新契级最知名的使首诗词的赏兮 一 清玉暗圆兮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 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霄生动 玉湖光转 一夜于龙舞 额尔雪柳黄金旅 笑语盈盈暗相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这首词以优美的笔触 展示了元宵佳节夜晚的繁华和浪漫氛围 充满了诗人深情的情感和浪漫的想象 词的前半部分描绘了元宵夜的繁华景象 用东风夜放花千树 形容了春风送暖 花开如海的盛景 然后用更吹落 星如雨来形容繁星点点 如雨一般洒落 给读者带来一种闪烁的美感 接着 宝马雕车 凤霄生 玉湖光等描绘了盛大的宴会场景 细腻的刻画出华丽的场景和盛情的氛围 读者仿佛置身其中 感受着节日的喜庆和热闹 词的后半部分转入情感的深处 额尔雪柳黄金履 笑语盈盈暗相去 这两句将词人对女子的爱慕之情 以及她的形态和气质描写的生动而含蓄 而众里寻她千百度 漠然回首 那人却在 灯火阑山处则抒发了词人的 对心上人的深深思念和不舍之情 以及在思念中突然相见的欣喜与感动 二 破阵子为陈同府赴壮词以祭之 醉里挑灯看见 梦回吹角莲莹 八百里分辉夏至 五十闲番赛外生 沙场秋点兵 马作狄卢飞速 宫如霹零咸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这首词以其独特的音乐美感 浪漫的意象和丰富的情感内涵 成为了新契级不朽的代表之作 也是宋代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这首词展现了他豪放派词人的特色 以激情澎湃的笔触歌颂了陈同府在军旅生涯中的英勇壮丽 词的开篇以醉里挑灯看见 梦回吹角莲莹形容了词人在酒醉状态下 看见的梦境如同回到战场 梦中吹号声与阵营相连 这两句通过崭新的视角 将战争的荣耀与激情交织在一起 更化出陈同府的英勇形象 八百里分辉夏至 五十贤翻塞外声描写了战场的广阔和战争的热烈 将陈同府率领的军队分布在八百里的阵地上 五十贤的弓弦声在塞外回荡 表现出战争的氛围和震撼 接下来 沙场秋点兵 马坐狄卢飞速 弓如霹雳贤惊 生动刻画了战场的景象 战马奔腾 弓箭如垫 表现出战斗的紧张和激烈 最后两句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点出了陈同府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人 却依然赢得了后世的名声 令人感慨万千 三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之金雀 清风半夜明禅 到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毛殿舍临边 陆转西桥忽线 这首词是新气级的一首山水田原词 通过对夜行黄沙道中的景物描写 表达了对自然和生活的感慨和喜悦 词中的景象与情感交融 呈现出新气级独特的写景和抒情风格 词的开篇 明月别之金雀 清风半夜明禅以明月下雀京 夜半明禅为开场 展现了寂静夜晚的生动场景 同时也暗示了夜行人的孤独 接着 到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 通过到花香味和蛙声的描写 刻画出丰收的氛围和大自然的和谐 第二节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与山前将视线拉回到天空和山脉 通过星星和点点雨滴勾勒出宽广的夜晚世界 为词中的场景增添了广阔的空间感 最后 就是锚电社领边 路转西桥忽线则以自然景观串联人物情感 将回忆与现实交织在一起 强化了词的抒情深度 这首词以清新 自然的笔墨 将自然景色与人生情感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让读者在欣赏美景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对生命 回忆和自然的思考 四 清平月村居 毛颜低小 西上青青草 最理无音相媚好 白发谁家恩傲 大而除斗西东 中而正之基隆 最喜小而无赖 西头握拨连棚 这首词是新气级的代表作之一 以简洁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宁静的村居景象 同时也表达了对简单 宁静生活的向往 词的描写从村居的环境出发 毛颜低小 西上青青草勾勒出村居的质朴和清幽 以毛屋 西水和青草为背景 未后闻的人物情感描写做了铺垫 接着 最理无音相媚好 白发谁家恩傲 以无音和白发为象征 将人物与环境联系在一起 表现出对家人和村庄的深情 第二节 大而除斗西东 中而正之基隆 生动刻画了村居中人们的日常生活 通过大而除斗 中而之隆 展现了劳作的场景 同时也透露出家庭的和睦 与生活的平静 最后 醉喜小而无赖 席头握拨联棚 通过小儿的玩耍 表现了童真的美好 也加深了村居的宁静和和谐 这首词以简洁 清新的语言 勾勒出一个宁静的村居景象 同时通过人物的描写 表达了对亲情 家庭和宁静生活的感情 整首词如一幅清淡又生动的画面 引领读者沉浸在宁静的田园世界之中 5 勇欲乐金口北固庭怀骨 千古江山 英雄无秘 孙众谋处 武谢歌台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 寻常相末 人道激怒层住 想当年 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原家草草 风狼居虚 赢得仓皇北固 四十三年 望中游记 烽火扬周路 可堪回首 避离此下 一片神压涉骨 凭谁问 连坡老矣 尚能犯否 新气急的这首 勇欲乐金口北固庭怀骨 在描写历史沧桑的同时 展现了作者深沉的情感 和对往事的回忆 是一首充满忧伤 感叹的抒情词 词的开篇千古江山 英雄无秘 孙众谋处表达了 词人对时局的失望 认为当前南密英雄的风采 转而引用了孙武的兵法 来映衬自己对当时 近况的评判 接下来 五谢歌台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用雨打风吹的意向暗喻了文人 世人的风流才子 却总是受到史诗的摧残 这样的描写 在探讨人生和历史的变迁中 增添了一丝几凉质感 第二节 斜阳草树 寻常巷末 人道济奴层柱通过草木衰败 人世已非的描述 映射出岁月的流转和人世的消逝 然后 想当年 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都画出昔日的豪情壮志 表现出主人公的英勇气概 原家 风狼 赢得 烽火等词汇 都将历史人物和事迹 展现的淋漓尽致 瓷末 可堪回首 避离瓷下 一片神压涉骨 凭谁问 连泼老矣 尚能犯否 以可堪回首为影子 将人物的壮丽过去和凄凉现状相对照 表达了主人公的苦闷和对自身境遇的无奈 通过借连泼老矣 尚能犯否 这一句来召唤历史人物 抒发了对时局的悲愤和对自身困境的追问 这首词以新契级特有的豪放抒情风格 将人物情感与历史变迁相结合 勾画出一个在时光洪流中苦苦挣扎的形象 引发人们对人生和历史的深刻思考 6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宋代 新契级 少年不识愁味道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未复新词强说愁 而今是尽愁味道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道天良好个秋 这首词是新契级的丑奴儿中的一篇 以简洁的语言 深刻的寓意 展现了作者对人生境遇的领悟 流露出淡然的乐观态度 此的开篇《少年不识愁味道》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以《少年不识》为首码 勾勒出主人公对愁苦经历的不了解 在此基础上 爱上层楼以《少年的情感》选择 为后文的转变做了铺垫 第二节未复心词强说愁 而今是尽愁味道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通过而今与而今形成对照 表现出主人公从少年时期的浅薄到后来的成熟和理解 这一段而今使尽愁味道为高潮 点名主题 而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则以两次欲说还休构成的疑问句 营造出一种深刻 思索的情感氛围 读者仿佛感受到主人公内心的波澜 整首词在短短的几句话中 通过变化的情感和寓意 展示出了对人生的领悟 探讨了人生的真谛和境遇 从少年的幼稚到后来的深刻 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经验的思考和洞察力 七菩萨蛮书将西造口壁 宋代 新气急 预估台下青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类 西北望长安 可怜很多山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江湾正愁于 山深闻这姑 新气急的这首词以清新的意境 深情的笔触 表达了作者对故土的眷恋 和离仇别墟 以及对时局变迁的感慨 此的开篇 预估台下青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类 以青江和预估台为背景 刻画了故土的景色 中间多少行人类 则反映了主人公 与故乡的离别之情 接下来西北望长安 可怜很多山通过望长安和多山 描绘了离故乡之远 以及离别时的内心情感 第二节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以青山为景 表达了故土的悠久与永恒 却依然会随着时间流逝 而渐行渐远 然后江婉正愁于 山生闻这姑 以江婉和山生 表现了作者内心的忧愁 和对离乡的留恋 通过这姑的声音 渲染出故乡的情愫 这首词以自然景物为背景 以情感为线索 展示了作者对故乡的眷恋 和离愁别续 充满了深沉的抒情情感 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八 水龙吟灯健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青秋 水随天去秋无济 遥曾远目 献愁公恨 欲簪罗记 落日楼头 断红生里 江南游子 把无沟看了 栏杆拍遍 无人会 灯灵异 修说鲁语勘快 近西风 既应归位 求田问社 怕应修建 流浪采气 惋惜流年 忧愁风雨 树游如此 欠何人唤曲 红金翠袖 问英雄泪 这首词以心气极独特的风格 表现了作者对江南景色的热爱和离愁别续 以及对时局变迁的感慨 词的开篇 楚天千里青秋 水随天去秋无济 以楚天青秋和无边的秋水 勾勒出壮阔的江南景象 同时也暗喻了作者的内心情感 接着摇层远目 献丑公恨 玉簪罗继表现了主人公对风景的感受 以及对离愁的表达 词中的玉簪罗继则为景色描写注入了人物情感 第二节《落日楼头》 段红生里 江南游子 把无钩看了 栏杆拍遍 无人会 灯林义以落日和段红生 刻画了江南游子对离愁的感受 然后把无钩看了 栏杆拍遍 无人会 灯林义表现了作者对壮阔景色的陶醉 以及对灯林的乐趣 慈莫修说卢语勘快 尽兮风 既应归位 求田问舍 怕应修剑 流浪采气 惋惜流年 忧愁风雨 树游如此 欠何人唤取 红金翠袖 问英雄类 以修说卢语勘快为引子 透露出主人公的不愿言谈之情 最后以问英雄类 表现了离愁别叙 强化了整首词的情感 这首词以江南的秋景为背景 以主人公的情感为主线 展现了作者对景色的感慨 以及对时局变迁的思考 深邃而感人 九 这孤天宋人 唱彻阳关泪未干 功名于世且家参 福天水送无穷数 带雨云埋以半山 金骨恨 几千斑 只应离合是悲欢 江头未是风波恶 别有人间行路难 心气急的这首 这孤天宋人以独特的意境和情感描绘 表达了对别离的感慨 以及对人生离合的思考 通过词中的景物描写和情感表达 展现了词人深刻的内心世界 词的开篇唱彻阳关泪未干 功名于世且家参 以阳关和功名为影子 表现了送别之后内心的伤感 接着福天水送无穷数 带雨云埋以半山用天空 水 云雨的异象 表达了时光流转和人世变迁 将景物与人生感慨融合在一起 第二节筋骨恨 几千斑 只因离合是悲欢 通过筋骨恨和只因离合是悲欢 探讨了人生中的离合之苦 表现了词人对人生变化的深刻洞察 然后将投为是风波恶 别有人间行路难 以将投风波为象征 寓意人生的风波和困难 表达了对离别的不舍和未来的不确定 这首词以深邃的情感 通过景物描写 展示了词人对人生变迁和别离的深刻思考 将个人情感与人生命运相融合 给人以深刻的感受 十 亦简梅中秋圆月 亦对中秋单贵丛 花也悲中 月也悲中 今宵楼上一尊铜 云诗纱窗 雨诗纱窗 魂欲成风问话功 路也难通 信也难通 满堂唯有竹花红 歌且沉着 悲且沉着 新气急的这首亦简梅 中秋圆月细腻的描写和淡然的情感 将中秋佳节的美景与内心情感相结合 表达了对时光流转和人生变迁的思考 词的开篇对中秋单贵丛 花也悲中 月也悲中 以中秋的单贵 花 月 背景 勾勒出节令的美景 然后 今宵楼上一尊铜 云诗纱窗 与诗纱窗通过楼上一尊和云与诗窗 描绘了寂寞的中秋夜 加强了节令的情感表达 第二节魂欲成风问话功 路也难通 信也难通以魂欲成风问话功为影子 表现了对时局的不满和对人生困境的思考 然后满堂唯有竹花红 歌且沉着 悲且沉着通过竹花红 歌和悲 表达了在困境中的从容和坚定 展现了词人的乐观态度 这首词以美丽的节令景色为背景 通过描写和情感表达 探讨了人生的变迁和困境 以及对时局的反思 整首词清新淡雅 明恋富有深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n Obrig 为何 the top?